如果你今天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Hashtag 月入过万 但是你想要入手一辆车来奖赏自己的成就 彰显一下自己的身份 那这一辆车绝对会是你考虑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选手 它就是 Mercedes-Benz C-Class C-Class W205 目前在我国市场上除了有官方版的新车以外 你还有二手车 还有这个RECOM版本可以选择 而且这个入手门槛其实并不会太高 十多万你就可以买到一辆奔驰房车 但是它会不会很难呀 会不会很贵呢 今天就让我小明来为各位经营们算算看好了 首先我们就从这个Normal Service 也就是普通保养来说起好了 那我在这里举例的就是这个W205 在我国最普遍的引擎 也就是2.0L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虽然说是一具2.0L 但是它所使用的这个Engine Oil 也就是黑油的容量呢 达到了7L那么多 所以基本上一般上你在外面Service的话 基本上是需要两罐黑油啦 在价格方面呢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这就是一次Normal Service的价钱 除了这个机油也是黑油以外呢 接下来就是牙油的部分 那根据我们所询问的店家呢 他们是建议这个W205 最好是每3万公里就换一车牙油 价格方面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那这一台车它需要5L的牙油那么多 除了这两个油以外 还有一个油 因为这个C-Class呢 其实是一台后驱的房车 所以在后轴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有这个油液需要定期更换的 但是我们在询问了店家以后啦 这个店家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们并没有经常更换这个油 只有在他们发现到这个油液 已经开始变质的时候 或者是肮脏的时候 他们才会更换 但是我还是在这里列出这个 后轴油液的价钱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火星塞 那这个火星塞 是有让我感到意外啦 因为根据这个店家给我们的价格 C-Class它所使用的火星塞 一颗的价格呢 只是要100令吉左右 这个基本上是和普通的车款相差不多的 那在这边我也列出一些 需要定期更换的部件的价格好了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这一台车 它这些零件的价格其实都相当的清明 甚至有点接近日系的感觉 好像这个刹车油只需要40令吉 然后这个Aircon Filter也只要160令吉 还蛮容易负担的 讲完这些基本保养 接下来就到这个消耗品的部分 那这也是这个C-Class和一般的车款 开始比较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先说一说这个刹车片的部分 那这一台车呢它的刹车片 在价格方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个列表 其实它的这个价格呢 和一般的欧系车款 包括我本身的Vox Wagon是相差不远的 并没有因为它是一个豪华品牌而比较贵 所以这一点也是相当让我惊喜的 像是这个前刹车片 600块原装 我觉得还挺OK的啦 接下来就到这个轮胎的部分 但是因为这个C-Class 它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信号 甚至在我国其实是有官方版 还有外国版 在轮胎尺寸方面 它其实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选择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就直接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一台车 不同的这个轮胎尺寸的价格 那讲到这个轮胎 其实有一点 我觉得我必须提醒大家的 就是因为这个C-Class 它其实是一台高端的 后驱防车 它大部分的车型呢 都是使用前后尺寸 不一样的这个轮胎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 因为当你可能遇到 某一边的这个轮胎 没有花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像 一般的车子一样 进行这个四轮对调 来延长你的这个轮胎的使用寿命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其实必须直接换轮胎 这其实无形中是提高了 你的这个仰车成本的 这一点大家必须知道 嗯 讲完刹车片 讲完轮胎 接下来就是电池的部分了 那这一台车呢 因为它是使用这个 AGM 罚控式的电池 所以在价格方面呢 也是稍微比较高了一点啊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不过呢 除了这个AGM有外 这个C-Class 它还有一个被称为 Auxiliary Battery 也就是辅助电池的这个部件 那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就是 顾名思义啦 就是辅助它的供电的 这个东西呢 它的价格大约在500多令吉 没有电的话你就需要换了 讲完了消耗品的部分 接下来就到Repair的stage了 首先我先讲一讲 这一台车 它的Engine Mounting是多少钱 哇 这个价钱我有吓到 Ori 500块一粒 这个其实是蛮friendly的一个价钱啦 除了Engine Mounting以外 在这边我也列出一些底盘部件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在这个LOWER ARM 还有这个BREAK LIST方面 它的价格是稍微比较高端的 不过最高端的还是它的这个 Absorber 那因为这个C-Class 除了普通的阻泥以外 它还有这个电子阻泥 以及AIRMATIC空气阻泥 在价格方面啊 大家看一下啦 这个 是单颗的价格喔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最King的 还是这个东西 头灯珠 一颗 五位数喔 所以朋友们 你们买了C-Class过后 千万不要撞爆你的这个大灯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个 C-Class W205的保养详情 那我必须说的是 以上的这一些价钱啊 都是你在外面的 SPECIALIST WORKSHOP 保养的这个行情啦 那如果你是把你的C-Class 送回原厂保养的话呢 基本上是完全另外一个等级啦 我所知道的是 你每次SERVICE都是四位数的 那究竟这个C-Class 到底难不难养呢 撇开成本不说啦 我所得到的这个feedback呢 是 这个W205 其实在问题程度方面 它算是比较少的一台德系车 以德系品牌来讲 它算是比较容易压 比较省心的 最后呢 在这里要感谢 Empower Garage 提供以上的这一些资料 朋友们 你们还有什么车款的保养详细想要知道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我会尽力做给大家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 带来更多不同的内容 大家敬请期待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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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